好 电动车即将迎接第一波的价格战 英国品牌今天就宣布以国产的方式导入车价 百万元的电动车来迎战由玉龙及鸿海研发的 台湾第一部国产电车N7 而且在掀起百万电车大战同时 还有其他车商也是跃跃欲试 要引进中国大陆品牌的车款 甚至还有汽车专家就预估了 五年之后台湾的平均电车在台湾的市占率会越来越高 弹射起步国产电动车竟能拼过德国跑车 充分展现零到百加速 只要3.8秒媲美超跑的性能 英系品牌的鲜背电动车款 还有灵活的绕追身影 以及充满运动感的车身线条 挺进台湾车市 以台湾的电动车市场来说 看起来事实上还是有相当大的成长趋势 但是以现在的市场 大部分都是分布在150万以上 比较豪华的车型上面 那在这个比较属于国民评价的 这个集聚里面 事实上是相当空缺 而为了抢工市场 车商以国产组装 取得价格优势 并且推出百万车价的入门款 要跟同为国产的N7一较高下 150万以下 即便过去国内市场有 但是选择不多 而且条件上也不是特别出色 直到了去年 我们看到纳智捷导入了N7 的确 哇 这你看它的机单破万台 就会看出来国人对电动车的接受程度 其实NG跟MG4同为玉龙旗下品牌 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N7夹着鸿海玉龙的研发能力 在2023年先接下了1万张的订单 现在MG4也要以新秀之之 打破车市由欧系豪华品牌寡占车市的局面 电动车的售价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车款往 接近百万台币的这个数字来走 所以我认为其实量慢慢会起来 去年台湾电动车总市场销售24,778辆 对比2022年的16,000多台市场扩大了53.7% 再加上MG去年的评价策略奏效 已经超越Honda CR-V 今年5月份交车1279辆威胁龙头厂Toyota的地位 而且因为MG的亮眼成绩 也让台湾各大车商跃跃欲试 想要比照引进具中国色彩的品牌 大陆本地其实他们电动车的成本相对 是全球最低的 近来台湾低于百万内其实不会太久 然后车款选择越来越多 所以我认为五年后可能就会满街跑 包括比亚迪、奇瑞、吉利等等 都有传言即将要登陆台湾 也势必掀起台湾首波的电动车价格战 记者新销成贵台北采访报导